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春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让很多中国人对野生动物产生了恐惧 这对于大自然来说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自然是没有天敌的 因此很多人便无所顾忌地去伤害一些野生动物 穿山甲就是其中最可怜的一种 早在很久以前,穿山甲漫山遍野 但是到了近代,穿山甲却莫名地成了兵威动物 那么穿山甲的处境到底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穿山甲看起来非常坚硬 其实它们坚硬的躯壳下有着一颗非常柔软的心 当穿山甲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就会把自己蜷缩成一团 这个时候老虎和狮子对齐都是束手无策 穿山甲大多分布在山林里的洞穴内 舌头长约30厘米,没有牙齿,视力也是非常差的 白天躺在洞穴里面睡大觉 只有晚上才会出去觅食 并且它们所吃的食物并不美味 只是普普通通的蚂蚁而已 一直以来,在大自然里面都能够和别的动物们和谐相处 同时也维系着大自然的正常运转 穿山甲向来与世无争,但最终却还是没有逃过人类的魔爪 有一些人为了利益,故意把穿山甲吹嘘得很有营养 因此每年都会有十万只的穿山甲遭到人类的屠杀 它们的肉被端上餐桌,似乎吃了它就能让身体某处更强壮 它们的鳞片被刮取制药,似乎喝了这种药就能够英姿萨爽 但其实穿山甲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 有专家表示,穿山甲的营养价值还不如一个鸡蛋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 依旧存在着许多步伐分子在暗中交易着穿山甲 这样的行径不仅危害了自然,也害苦了人类 对于那些猎杀野生动物的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